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多次公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影帝王秋生 最近過了台灣 而且還透露計劃加入台灣籍 這件事傳出之後 引來著名賣台分子王安的炮轟 到底王秋生在Facebook上是怎樣說的呢 他開了一條鐵文 說人在台灣隔離十四天自得其樂 馬上獲得了很多台灣網友的歡迎 說感謝他肯定台灣的民主 台灣歡迎你 然後有個粉絲留言 說歡迎你來到台灣 享受無拘無束的生活 自由的空氣是香的 快點入籍台灣 王秋生就留言回覆他 說感受到 正在準備 於是就掀起了一番討論 著名賣台分子王安聽到以後 立刻就在微博那裡 他是很政治正確的 因為Facebook是美資的社交平台 所以他就不用 要用微博 他就發表了一條貼文 而且附帶了好幾張圖片 都是王秋生的言論 包括他談及到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以及批評香港警察瘋了 叫大家暫時不要來香港的言論 好了 他就在那個描述那裡寫著 說這個人 即是說 這個王安對王秋生 帶有一種非常輕滅 和不屑的態度 好了 然後整個大陸的小粉紅 立刻就留言附和王安 就說王秋生真的被王家刁臉 哎呀我都姓王的 那麼王安就回覆了 說這樣就是了 好了 這宗消息又傳到王秋生的耳中 王秋生就用了一句說話來KO王安 他就說 我根本都不是姓王 因為王秋生 為什麼他會姓王呢 這個是追隨武姓的 其實王秋生的父親就是英國人 他的本名就叫做Anthony William Perry 他的父親就叫做Frederick William Perry 所以 這個根本上姓王就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這個只不過是追隨武姓 本身王秋生絕對不是姓王 希望王安先搞清楚 不要爬爬烏 這個著名的賣台分子 其實沒什麼了道的 你自己拿著這個中華民國的護照 但是口口聲聲 就去搖旗立喊搖那支旗 就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而是五星紅旗 然後愛的就不是中華民國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豈不是非常搞笑 既然你是這麼愛這個中共國的話 為什麼你不索性退出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退回這個中華民國的護照呢 是不是貪圖中華民國的護照 擁有一百一十幾個國家的面簽 包括美利堅合眾國 所以就不捨得呢 實情這些人根本上也不是怎樣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確點來說 這些人愛的只不過是人民幣 透過聲稱自己愛國 和幫忙搖旗立喊做護旗手 來到鞏固自己在大陸工作崗位 這些根本上就是寫本續末 一個人如果是有實力的 無論是從事演藝行業也好 或者其他行業也好 總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總會可以打開自己的一片天 如果是沒有人找你的 根本上你就要反思一下 到底是不是需要提升自身的能力才是 怎麼會通過表中通過擦鞋來鞏固這些工作機會呢 根本上這些東西是不長久的 一個政策打下來的時候 這些香港和台灣的藝人馬上就邊緣化了 實情又不止黃安的 香港也有很多這些人 其實回大陸找人民幣也不是那麼可惡 找錢有誰不喜歡 但沒理由為了一幾利益 走去踩低原本自己發跡的城市居民 這個黃安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周圍去督灰又說這個是台獨分子 那個是台獨分子 周圍幫人扣頂帽子上去 至於香港有些護旗手其實也是差不多 你做護旗手你要愛國 那你就是你愛你的中國 但你也不用踩香港的青年 不用說香港的青年是狗不搭八 或者是極盡侮辱之能事 這些東西可面則面 幾所不欲勿施於人 所以為什麼護旗手這麼黑人憎 你護旗如果是河水不犯井水 其實真的沒什麼問題 不過這些人經常嚴格自己做得不夠 要擦鞋就擦到盡 要拍馬屁就拍到盡 所以對於香港的市民 對於香港的青年 踩得就踩 所以才會激起民憤 但是這些人的所作所為 就很能夠獲得那些小粉紅的歡心 那些小粉紅相當認同 他們大陸的人 自己叫愛國 就沒什麼輕鄉 也不會特別受到什麼歡迎 但是如果是台灣或者香港藝人這樣叫 就會輕鄉一些 很厲害一些 好像高層次高級一些 不過這些人 對比起那些撩歪 都是比下去 現在大陸有一個最新的手機應用程式 就叫做抖音 這個抖音就不止大陸是流行的 是全球都流行的 很多人就去拍片 經常謀求在抖音上面上位 但是那些撩歪拍來拍去 都不能夠打入中國市場 於是有些人就想了一條方程式出來 怎樣可以極速在大陸市場上上位 就是通過老外自身去講普通話 再加上極盡擦鞋之能事 總之什麼都說要為中國點讚 總之什麼都說要我愛中國 什麼什麼什麼 總之說一大堆這些東西 而且表情要極其浮誇 最好就瞪大雙眼 然後舉起大拇指 什麼都說中國的是最好的 這樣那些小粉紅馬上打上去 其實這個現象反映出什麼呢 就是大陸那些人 那個民族自卑心作誰 明知那個老外講的東西是假的 虛情假意的 但是那些小粉紅仍然聽得非常亢奮 佳因這個人不是黃皮膚黑眼睛 所以那些香港或者台灣的藝人 無論你怎樣做護旗手都好 對比起那些白皮膚的 你怎樣都比下去 別人拍一條片十多秒鐘一 已經可以有幾百萬的點擊 你這些台灣的什麼黃安 或者香港的黃祖南 陳小春行不行嗎 如果是行的 都不用回來香港吃回頭草 只是在抖音那裡也找不少 好 接著就想說下一份民意調查 這個調查就是由一個美國機構 Pure Research Center 來做的 針對著到底台灣人究竟他的身份認同是怎樣 以及就是台灣人到底是親美還是親中多一些 結果顯示 有六成六的受訪者自認是台灣人 只有兩成八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 同時也是中國人 反映出台灣的本土意識 已經成為了絕對的主流 三分之二的人都認自己是台灣人 認自己是中國人 是少過三成的 所以這個數字已經非常一面倒 到底在親美和親中方面是怎樣 在親美方面有六成八的人 至於對中國有好感 只有三成半 即是遠遠拋離了接近一倍 所以這個調查也在側面反映到 中國過去一段時間對於台灣的政策是徹底失敗 無論是從政治上、經濟上或外交上的圍堵 根本上得不到台灣人的歡心 而中國不斷向台灣施壓 恐怕只會加速台灣本土化的進程 另外在這個調查當中顯示出 親美的人是大幅拋離親中的人 其實也反映到 所謂的統派在台灣基本上市場越來越萎縮 因為基本上沒有人想和對岸進行統一 不管是民主也好、獨裁也好 這些台灣政客也不得不警醒 而且親中的比例是跌到有史以來差不多最低 另外我們又看看香港的數字 鍾庭耀的香港民意研究 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作出民意調查 根據最新的結果顯示 有百分之五十五點四的人 自稱是香港人 中國的香港人是兩成二 香港的中國人 這是以中國人為主體 香港的中國人是一成 自稱是中國人的 就是百分之十一 換言之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 大概佔兩成左右 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 佔了差不多八成 到七成八的 這個數字也是歷年以來最高的一次 到底歷年以來最高的一次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是哪個時期呢 就是北京搞奧運的時候 因為北京搞奧運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覺得 中國真的強大起來了 欣欣向榮 能夠舉辦得到全球盛事 甚至乎當時 如何向大陸捐款 當時很多香港人仍然是非常踴躍的 仍然是覺得那些錢可以落到災民的手 現在當然 全世界的人都醒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終於都意會得到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年以來都沒有民主呢 為什麼香港的自由會受到打壓呢 其實最大的障礙 就並不是來自什麼特區政府那些是傀儡政權 那些是普遺政權 告訴你沒有作用的 那些都是聽上頭說的 最大的障礙就是中國政府 捨得所在基本法那裡 零七零八雙普選都可以說沒有的 接著不斷地僭建 毛利頭又可以解讀這個基本法二十二條 接著又加多了一個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上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仍然有兩成人自認是中國人 已經是撿倒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